高雄有一名男子向正在坐牢的朋友借机车 一个月内连续飞车抢夺四名老人家 原本还想要嫁祸给狱中的朋友 自以为掩人耳目还是被警方试破逮捕 有抢夺和毒品前科的男子骑着脏车 在巷子里寻找下手目标 一个月之内他连续在台南的归人 东区和中西区犯下四起飞车抢夺案 得手一万多元 原警署令他作案时骑的机车车牌 终于将他拦下 嫌犯当场认栽被警方在车子里起出凶器 为了抓到他原警耗费心力 先有车牌查出车主居然正在坐牢 警方还特地到监狱去问车主 机车现在到底是谁在用 才开始不信埋伏歹人 像入境的朋友借得机车以后 专门对年纪大的老人心强 嫌犯坦诚会走歪路是因为缺钱买毒 自以为其正在坐牢朋友的机车可以掩人耳目 但终究难逃 归归法网 记者王少宇 郑一轩 谢重道 台南报道